哈喽 亲爱的小伙伴们大家好呀 我是在努力升级的小月 上回由于我等级不够无法完成附魔 所以只能梦梦去刷怪 但是却发现了一个问题 刷怪塔掉下来的怪都只与死了 只能得到一些物资却不能升级 我琢磨了好久 感觉应该是刷怪塔高度的问题 当初为了让它看起来更加壮观 特意造的这么高 没想到现在居然成了我绊脚石 不过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 总不能差了重建吧 只能想想其他办法 还好我小月冰雪聪明 我现在心里头就有个主意 先回去找一下空桶 然后再灵场装满水 OK 现在可以去刷怪塔啦 咧 怎么出现了一个小僵尸 还敢攻击我 小狼们给我上 小狼们可真厉害 轻松就把小僵尸咬死了 好了 不能再耽搁了 把水桶里的水倒到刷怪塔下方 这样的话怪物掉下来的时候 就不会直接死亡 我只要在边上捕刀 就可以轻松获得经验啦 小伙伴们 我是不是很聪明呀 快夸我快夸我 现在只要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了 嗯 掉下来两个苦力怕和一个小白 看他们一下 哎呀 苦力怕摘起人来 还是挺痛的嘛 不过终于可以获得经验了 不过终于可以获得经验了 接下来就是漫长的等待时间 唱首歌来打发无聊的时间吧 发过涟漫漪 发过涟漪 唱亭外 云洞里 望穿青舟 飘扬 淡在 雾里 战战 紫衣 一鸣色 一字起 一切身歌悠悠 招战 战胜花年 片线隐乱 谁一人负尽 谁一人华物在 无心聆听 谁一阶山楼阁阐山 自尘尖流连 辛苦这么久 才加了几格经验 就这速度 到三十几遥遥无期啊 不能再这样 按部就班下去 看来只能用 危险一点的方法了 先弄点项目木板 然后做点梯子 OK搞定了 好嘞 这只小狼里 说过它太近了 给它套上拴绳 再把它绑到栅栏边 省得被偷跑出来的 怪物给杀了 好了 已经安装好小狼了 该去刷怪塔里啦 虽然会很危险 但是为了快速升级 我不得不去 刷怪塔 我来啦 亲爱的小伙伴们 我要去刷怪塔里面升级啦 你们快点给我点鼓励吧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对了 有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 阿阳的小卖部终于开张啦 打开手机淘宝 搜索阿阳小卖部 各种可爱的小物件等着你哦 小小告诉你们 现在购买 还可以获得优惠券 我要告诉阿阳哦